大家好,欢迎收看由完美世界带来的嗜血狂魔基础教程 嗜血狂魔是敏捷型英雄,抓人能力很强,不过非常依赖于技能等级的提升 所以通常会单独走中路对线,来快速提升等级 血之狂暴是对单一目标释放的技能 满级时,能使目标在9秒时间内额外提升120%的攻击力 同时,目标会被沉没并受到每秒20点的伤害 该技能对敌我双方的英雄都可以释放 因此,血之狂暴在游戏前期可以作为一个骚扰技能 而到了后期,则可以给有方的物理输出英雄释放 使其攻击力得到显著的提升 屠鹿,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被动技能 使嗜血狂魔无需使用消耗品,也可以回复自己的生命值 嗜血狂魔击杀普通单位时 可以获得该单位最大生命值25%的生命回复 击杀了英雄时,则能获得该英雄最大生命值40%的生命回复 如果附近325范围内有敌方英雄被击杀 但是不是被嗜血狂魔消灭时,也能获得正常回复效果的50% 嗜血渴望,是另一个十分实用的被动技能 在整个地图的范围内,没有一个敌方英雄生命值低于50%时 就会为嗜血狂魔提供28%的额外移动速度加成 并且可以突破522的移动速度上限 同时,几方队员还会获得目标敌人的视野 这就使得嗜血狂魔可以轻而易举地追击敌人 配合大招使用,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 割裂,是嗜血狂魔的大招 满极时,会立即对目标造成350点伤害 如果目标试图逃走,还会受到其移动距离60%的额外伤害 持续9秒 配合血之狂暴使用,可以起到既迫使目标不动 又使之无法释放技能的效果 感谢收看本教程视频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请一部英雄资料库进一步学习 接近视频